位于银口市的银创三征精细化有限公司 以生产高品质的三具滤芹享誉全球 年产量位居亚洲第一 但在15年前 这样的成绩是企业遥不可及的 因为当时有两大技术难关 限制着行业的发展 分别是原材料生产和废水回收利用 2003年 陈光强加入银创三征 他接到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摆脱原材料的桎梏 最难的是人的问题 因为三征公司在滤芹上 应该是从零起步 滤芹是生产三具滤芹的重要原材料之一 因为企业不能自主生产 始终受制于人 陈光强带领20多人的年轻团队 边学习边研发 那段时间他很少回家 因为我爱因当时是在岛巴 他上0点4点的时候 孩子就不能接回去 所以说跟那个幼儿啊 那阿姨说好 来让他接他家去 当时的研发条件极其有限 技术上同行业里没有先例 设备上企业购买能力有限 陈光强只用了一年时间 就和同事们完成了世界首例 利用二手设备生产滤茧的任务 迈出这一步 企业将迎来更快的发展 因为生产三具滤芹所排放的 废弃工业盐水 正是生产滤茧要用到的 因为国内好多地方有这个企业 他也是都排 都不做 因为大家都因为这个做的难度太大 把废弃工业盐回收利用 企业既解决了原材料循环使用 也减少了排污 实现可持续发展 这个目标让陈光强无法停下脚步 他重建团队再次踏上研发路 不断地拿出方案又反复地推翻 他不允许技术上有任何偏差 几十套方案成百上千次试验 陈光强在一次次自我否定中前行 直到第七年 他终于成功了 他终于企业的换队